我们这一次就是调升半码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就是说是通膨的预期 出乎预期 我国央行也宣布跟进升息半码 等于是2022年3月以来第五度升息 央行从贴线率升到1.875% 创进八年来新高 物价来看的话 当然升半码对于经济活动 可能会有进一步抑制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房市 整体来讲影响没有像欧美这么大 美国领总会宣布升息一码之后 台国23号开盘直接线路震荡 不过随后盘中油黑翻红 一度突破了前波高点 冲上15882点 中厂更因此大涨了103点 收在15863点 创进九个月来的新高 台积电带同冲刺 中厂上涨五块 收在538元 联发科 鸿海 大立光 全都一片通红 金融双雄 国泰金 富邦金 逆势上涨 反倒是航运湖扯后腿 货柜三雄一片惨绿 观光参与续强 网品也持续再创新高 从美国升息到尾端的角度来看的话 资金回流亚洲回流台股的机会 是相当的高的 在三月底之前 是有机会来挑战1万6 整数关卡 美国联总会生生不息 资金回流让台股台币双双创新高 专家看好万6行情可能近在咫尺 谢谢您 谢谢您的夫妻 特别报道 谢谢您的夫妻